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255日经文 字幕志愿者 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那年一千日 第255日 我们要继续谈 在根性的这个观念当中 要有一个正确的修行 那这是修道分当中 二决定意的第二个决定意 一根解结脱禅或远通 阿兰的问题就是 如果像佛陀所说的 因地发心要与果地的绝是相应的 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 才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在六根这个地方呢 佛陀会叫我们用断灭之根为因 而修常柱之果呢 那佛陀就讲啊 其实这个根指的是文性 并不是这个根跟成 相对 是生其中 这根成是 这是妄性 并不是真性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 透过听文秀常觉知 见文秀常觉知 这个六根的作用呢 可以知道 心是不生不灭 但是我们一般呢 都会以为 这个根呢 是生灭之根 所以就会在错误的认知当中呢 用错心 那佛陀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举了很多例子 第一个就是敲钟 第二个呢 是睡觉 那睡觉的时候呢 虽然身体是睡觉 意识也在蒙昧当中 可是文性还是存在 所以他才可以听到声音 他说呢 佛陀最后结论就讲 阿南这个文性啊 是不昏的 所以现在要用的是 这个文性 不是你所认为的根性啊 那这个文性呢 就是文性不昏 其行虽昧 但是文性不昏呢 那怎么样来修呢 以诸众生从五十来 寻诸色身 逐念流转 曾不开悟 性尽妙常 逐诸生灭 有事生生 扎染流转 他说因为众生啊 从五十以来 就是不知道 用文性 所以呢 就会寻 寻就是一寻攀缘 寻诸色身 这个色身指的是 一切的尘 我们常常听到的声音 就会追着这个声音跑 看到了一个人 或者是见到了美好的风景 我们就会被吸引 这时候呢 不管是色也好 声也好 这个尘啊 就已经把我们的心 给勾引住了 勾引住之后 我们的心呢 就会攀缘 逐念流转 就随着攀缘的心呢 就追逐这个颠倒之念 而流转了 从来也不知道啊 曾不开悟 性尽妙常 不知道自己的本性 是清静的 是唯妙的 是珍藏的 因此呢 在随诸生灭当中 就造成了生生世世 流转的状态 那流转呢 真的叫做扎染 扎就是什么 补去扎居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啊 好人坏人啊 就扎在一起 你都分不清楚 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那甚至于呢 我们跟一个人呢 就说啊 我这个个性啊 比较复杂 这个人啊 人际关系 很复杂 我对你的心情呢 哎呀 很复杂 到底是喜 还是忧 还是怒 还是悲呢 不知道 有时候 这个很复杂的 这种因缘 牵扯当中呢 如果你的心呢 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在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 所谓的生色犬马当中呢 哎呀 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啊 要走到哪里去 就是随波逐流 那随波逐流啊 叫做流 流就是追着这个生命之流 但是这是流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 就转来转去 所以杂染流转啊 就在讲我们现在轮回的现象 譬如说 如果现在啊 问大家 你的来世 想要做什么 那我们就会想 哎 能够做什么呢 那你这一辈子来的时候 清清楚楚的知道 这是你的选择吗 其实想一想呢 嗯 因为我们这辈子啊 来的时候 其实不太知道 好像是被选择 被父母生下来 也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来 所以呢 这个来的时候呢 来处不明啊 你也不知道 那去处何方 因为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因此呢 在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只能随缘的 那随什么缘呢 啊 遇到什么 就遇到 就随缘吧 啊 从小到大了 啊 随缘就是 有这个父母 生在这种家庭 啊 那就接受 长大了之后呢 自己可以 成立自己的家庭 啊 那遇到的谁 也是随缘 啊 那我们虽然 就是好像有选择 但是其实呢 还是在一种 缘分的约束当中 啊 我活在哪个地方 我在哪里工作 啊 或者是我是什么个性 大概呢 都差不多有一种 啊 没看到的一种引力 在让我们走着走着走着 但是你走 要走到哪里去呢 其实也不但知道 啊 所以呢 啊 这是龙蛇杂蜀啊 凡胜同居之地 那我们在生生 杂染流转当中呢 其实从来不知道 原来啊 我们可以不用这样 所以才会寻诸色身 逐念流转 好 曾不开悟 性尽妙明 而逐诸生灭 于是呢 就造成生生 杂染流转 如果你觉得累了 你也不想要再继续这么的 不能做主 啊 那你的缘呢 如果刚好是好的 啊 还不打紧 啊 那如果刚好遇到恶缘呢 真的是啊 太吃力 啊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 来解决这件事 所以佛陀在这里呢 讲了一个方法 如果你现在明白了 那每个人都有 性尽妙明之心啊 如果性尽妙常 是人人本具 那事情就简单 因为这是唯一 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 若气生灭 守于珍藏 藏光现前 根尘世心 硬实削弱 想象为尘 世情为够 二具远离 遮乳法眼 硬实清明 啊 原来啊 我们的修行 要怎么样可以清明呢 眼睛啊 有五种层次 有肉眼 肉眼就是啊 短视尽力 不管是怎么样 都看错 都看走眼 因为呢 没办法看清 知人知念 不知心 所以凡夫的肉眼 是有障碍 那如果要修行呢 就修善法 就得到天眼 天眼就有福报 看得比较远 看得比较长 但是还是有一种局限性 那有智慧的菩萨呢 就是法眼 法眼可以观察一切众生的心 一切众生的根性 那每一个众生的众生心啊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法眼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法眼呢 只是你需要啊 把现在蒙蔽法眼的这个障碍啊 把它去除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智慧一开 看一切事就讲得清楚 说得明白 也可以知道何去何从 那怎么做 叫做若气生灭 守珍藏 守珍藏是不用守 其实我们的心啊 本来就在 那就好像呢 这个卫兵 他要守什么 守住一个宝贝 这宝贝旁边要有人看守 那我们的心呢 这个珍藏之心 就是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宝贝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住他 把自己的心啊 守好 那要怎么办呢 就是不要攀缘 那不攀缘 不循色身相畏触法 就是放弃这些生灭的追逐 放弃啊 就是不要追逐 不要追逐就是放弃 所以放弃啊 就是把这个不该执着的 不该追求的 那你就不要追求就好了 那不追求那怎么办呢 就守在珍藏之心 当我们的心呢 守住了 那么长 这个珍藏的心 本具的智慧会现前 叫做常光现前 那当智慧心现前 你就会更清楚 什么是你该坚持的 而什么是不需要 再让他绑手绑脚的 他约束我们 让我们不自在 那何苦呢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绳子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纠缠 所以谁纠缠了我们 谁把我们的心蒙蔽了呢 叫做更成事心 这个旺心啊 是更成相对 事生其中的事 那更成事 原来都是一场梦 一场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追求 那这时候呢 你把它放弃掉 抛弃掉 硬实削弱 那这个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更 一个是成啊 所以向向为成 这个成呢 是一个向和想 那就有这个成啊 好 事情为够 我们的事 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认识啊 妄想心 其实它都是一种构然 蒙蔽了我们的智慧 所以这两个呢 通通都把它远离 不管是成也好 事也好 乃至于跟 跟成相对 事生其中 所以呢 这两个通通都要远离他 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的心就清净了 心清净 智慧之眼就开了 所以 则如法眼 应时清明 那这一段呢 最重要的一个字啊 叫做气 那第二个重要的字 叫做手 其实手就是气 气就是手 你不要追逐这个手 不要守住这身面 那就是气身面嘛 那你不要呢 抛弃 增长 就是守增长 所以呢 要好好地安住在自己的心 爱护自己的心 一切这个世间所有的 色身相畏处法 遇到的人事物啊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 所以要守护自己的真心 不要被境界所骗 也不要被境界所害 那么我们就可以智慧献贤 叫做法眼 应时清明 这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修行的内容 那么佛陀说啊 如果是这样啊 云和不成无上知觉 那谁不能够修成无上知觉呢 谁不能成佛呢 每一个人如果都这样子修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哪有那么难呢 以上呢 这个地方啊 就是佛陀教阿难及大众 就是如何在这个圣灭 跟不生不灭当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分享 我是严明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面 对众生从此九元以来 便遵循攀岩在六根 颠倒交替 沉沦于六层镜像之中 追随新的意念 而流转 在烦恼 不沉之中 经历种种生命 事物 生生不停 杂染滚动 如何令其中一根 以一手 一手攀岩中 拔除 出来 远离 尘垢 回归到 真知 真觉的一个 清静 常住 知 知 自性 我在想说 如果说 以耳根 圆通的一个 修行方式 那声音来了 是一个动向 声音去了 是一个镜像 动静之间 只是相对的一个现象 能听的作用 它不在动向 与镜像之间 那动起来也留不住 静来也 无所住 那在 这个 气悟世界 气悟世界之间 种种的事物 变化 多端 那我如何去掌握 这样的一个要领 请师父 开示 谢谢 你刚讲这个就 很好啊 这个就是 就是一直练习 我们用耳根来做 练习 其实每天呢 我们就会有很多机会 可以练 因为各式各样的人 会说话给你听 然后我们也会 说很多话 给别人听 那不管是有人 或者是没有人 说的是好听 还是不好听 那我们就可以练习 修耳根圆通 耳根圆通 是很好修行的一个工作 因为他 你不想听 也得听 所以呢 随时都在运用 那不修耳根圆通呢 那还是得要听 所以与其 不会修 而常常呢 被境界转 不如就学习如何修 那每个人都会变成观世音菩萨 所以有声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 自己听到的这个声音之后 会不会有第二念 第三念 第四念 通常我们就是听了 哎呀 好好听哦 形成一个欢喜 然后就开始有了 继续想听下去的感觉 那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念念攀缘 念念就会随之而转 那如果呢 遇到不好听的 那我就觉得 哎呀 我的心很深厌烦 就我不要听 我不想听 我不 听了之后很痛苦 我不愿意 再继续下去 所以呢 这时候啊 其实我们就 守住这个珍藏 守住珍藏 就是能听的这个心 才是我们要守的 至于听到什么 那就是随缘 缘起 缘起缘灭 都是一个生灭的现象 声音好听 它也会灭 再难听呢 它也会灭 所以这时候呢 就守住自己的真心 那没声音的时候呢 也要记得 因为有的人会执着这个安静 我喜欢安静 一点点声音 我就受不了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执着 还是不自在 所以不管是喜欢 有声音的 还是没声音的 有意义的声音的 还是呢 没有意义的声音的 风声雨声 独说声 声声入耳 就像前几天有菩萨 这个听到 这个早上一支香 有这个白噪音 他就觉得很吵 因为它是噪音嘛 那如果呢 我们在生活中呢 遇到了这些噪音啊 那你能关掉它吗 你关不掉 那你觉得很吵 你可以关掉 可是大部分的人呢 他都会在 不能关掉的声音上 起烦恼心 因为你发现 你好像被强迫 置入 强迫要接受 接受了之后 又强迫被受伤 被伤害 所以呢 这时候啊 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赤裸裸的 就被这一些 不入耳的 这个 一些不好的音声啊 干扰了 你的心好像不得不 被他 所转 但是这其实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 其实他不需要去 跟他相应 这个音声 是一个成 他不管是有意的 无意的 或者是他是 好听的 不好听的 顺你心的 不顺你心的 都是成 那如果是成 就记得要放弃它 不要黏着它 叫做气生灭 好 那安住在自己的真心 慢慢的啊 你的心就能够守得住 守得住的时候啊 长光现前 这时候 心的力量就强大 强大了 才有办法断烦恼 你不强大 很弱 就被他拖着走 一直呢 想要逃避 或者是呢 一直起烦恼 那你总是呢 没办法 就是无力对抗啊 其实是因为 你的心不够强 那本心 其实是可以练的 但是我们却又用妄想 就用妄想跟对 去对抗 就更糟糕 所以一定要记得 要聪明修行 我们每天都可以借尽练心 那这样子的用功呢 慢慢久了 你就会发现有效果 那现在不休 你久了还是没效果 有很多人以为 没关系 我忍耐一下 就过去了 其实没有过去 它会变成结 会变成烦恼 会变成一种无名 会变成业障 所以如果有发现自己啊 不太会用 那一定要练习用 而不是就算了 我不要用了 我不适合修这个法门 每一个人都有结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修行 那如果我们会修行 这结都可以解开 如果不会修行 那只会越结越深 结冤结仇呢 到最后情何以堪啊 每一个人呢 都不是故意要 变得烦恼的众神 可是我们最后 却没有办法的走向灭亡 走向绝境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学习到佛法 一定要记得 相信自己有珍藏之心 长光现前 根成世心 是一时削弱 就是在长光现前的当下 是同时就削弱了 所以你不用说 等到我什么时候练好了 才会断 凡事呢 你在起正面的这个当下 这个根成世心 他就马上就消灭了 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 自己要守护自己的真心 谢谢原明的发言 很难师父 师父我是姓曾 我上一次没有分享 这一次想要分享 就是小时候家里很穷啊 然后妈妈49岁就守寡 就靠帮外省人来洗衣服 来养活七个小孩子 那我排行了腰 买不起零食 有一次啊 那个外省奶奶啊 给我一包小包的剑树糖 它是原味的 好好吃哦 这个味道啊 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中 那有一次呢 残怨五灾的时候 我发现到桌上 有一瓶写着孝母素书的东西 那个穷慧师兄说啊 这是秀容自己炒来 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摇了一瓢 当我放进嘴里的时候呢 发觉它就是小时候 常吃的原味剑树啊 它的味道让信真 小时候的记忆 全部都浮现出来了 而且很怀念 但是我上了苗董论言 我才知道 哦 这个是黏着 那六根 师父又讲过说 六根中只要一根脱黏 六根就全脱 得到清净 真觉 那今天既然把 蛇根的记忆给叫出来了 我就不能再让他 回去记忆库 信真啊 发愿 当我往生的时候呢 八四田中呢 只要有 华严精 嫩严精 金刚精 其他都不要 哦 那 想请问师父一下 就是说哦 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经文所说的 若气生灭 守于珍藏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很好啊 你就先从自己换起的记忆 这有时候这个记忆 是有一点 同时会把当时的受想形式都一起换起 常常常我们讲触景深情 那也许他是小时候的一段 这个经历 一个影像 或者是一个声音 或者是一个味道 像刚才呢 那个信真所说的 就是这个味道啊 唤起你小时候的那时候 很穷苦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的 一点点的小确幸 那这是好事 因为你也知道那是过去 那所以呢 当我们出现了这种回忆的时候啊 再来就加上一个绝 这个绝呢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过去的黏着 给不黏着 就是给绝照绝察 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是我们的本心当中 长光线前 那自然而然 这些黏着都会放下 那这是一个好的一种修行 有时候啊 我们会放下 比较轻的烦恼 就表示啊 现在心已经慢慢的有力量了 但是慢慢的呢 还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 这种恩怨情仇 就是很深沉的一种执念啊 也许对某个人的怨恨 或者是某个人的不舍 那这时候呢 这个比较深的感情啊 深的纠缠啊 或者是有一些仇人啊 所谓冤亲 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也可以练习 所以先从 平常呢 比较容易放下的来练习 这叫气声念 然后手增长 然后慢慢的自己的心越来越自在 那就会更能够去解开 更深沉的解 非常好的分享 也希望呢 大家要发愿 像信真这样 因为我的大士田 就是只有这个清净的法 就是只有佛的语言 佛的思想 那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愿 善用起心 那让自己的心啊 是一直不断的在正法当中 在正面当中 熏修 那就会长光现前 好 谢谢信真 谢谢 好 好 据好